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, 欢迎收看今集的屎花ITN 我不知道大家对Home Hub 有什么感觉呢? 我每次想买Home Hub 时 我都很惆怅 因为怕它价钱又贵 又不知道它的效能是如何 外面对它的评价也很坏差 今次我带了一只TP Link Home Hub 回来 我会为大家测试 究竟在我家这两只Home Hub 实际情况是如何 首先看看屋子的平面图 看到中间有一粒升的位置 就是路线放的位置 而第一只Home Hub 也是放在路线旁 另外一点大家要留意 就是现在Wi-Fi 声称的最高速度 已经过了1000Mbps 但Home Hub 现在街上买到的最高速度 只有500Mbps 首先说第一个结果 就是位置第一和第三 分别是客厅和睡房 这两个位置一起说 因为它们两个结果都是相类的 Home Hub 大概收到 它声称的34%速度 而802.11 Wi-Fi 就大概收到24% 它声称的速度 到第二个位置 这里是一个更艰难的测试 在画面中间的影片都看到 我会用两个拖板 才能够搭到Home Hub 出到这个位置 而Wi-Fi 其实在这里 就已经接近收不到 但结果 Home Hub 经过两个拖板 之后 收到的速度 依然是不错 依然是保持到 62Mbps 或者31% 它声称的速度 反而802.11ac 就已经相当不稳定了 到另外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洗手间 为什么会测试这里 因为这里 在电线总制度 是分开了两个拖板 很明显 Home Hub 在这样的情况下 表现就跌下了 看到只剩下19% 去声称的速度 反而802.11ac 在这个情况下 就收得相当好 因为其实 这个位置 距离的路线是相当近的 所以你去考虑的时候 就可以考虑一下 究竟两个Home Hub 是否在同一个电源总制里面 如果在的话 其实我估计 大概都会有 它声称的 3分1至4分1的速度 从而你比较一下 究竟Wi-Fi 所收到的Signal 其实是强还是弱呢 又大概是 你的速度大概是多少呢 那就可以猜到 其实你的位置 是否适合用Home Hub 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下次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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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